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双十节庆典上强调 维持两岸现状已成为台湾的共识 但必须坚持原则才能够维持现状 他也说一旦偏离原则 就会重回七年前两岸对立的局面 台湾今天庆祝双十节 马英九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主持庆典 在野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首次出席双十节庆典 马英九致辞时强调 两岸目前正处于隔海分治66年来最和平繁荣的时期 但他同时对两岸未来能否继续维持良性互动表示担忧 我们在两岸关系获得了可观的成果 但是这个现状未来能够维持吗 坦白地说我确实很忧虑 因为维持现状不是从天而降 不能视为当然 台湾明年的总统选举 很可能出现政党轮替 外界认为马英九的这番话 是冲着盛面大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而来 蔡英文拒绝接受九二共识 在两岸政策上采取模糊策略